绝对不要害怕,有人说你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凡是有人这样说的时候,你就要理直气壮地告他,我们不仅跟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还要比共产党杀得更狠一些。 共产党在1998年说过一句名言,共产党的天下是用几千万人头换来的,你们有种拿几千万人头来换,像刘晓波之流是不敢的,他们要讲爱与和平。 而我一定会回答他们说,我认为两千万太少了,至少要杀九千万共产党人。三亿之内的死亡是属于可以接受的,是属于改造犯态正常可以接受的范围。 比如说到美国去,私处宣传我们跟伊斯兰恐怖混产,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好处是,美国人知道什么叫远古邪恶吗?他们不可能知道的。 丰臣修吉是指望朝鲜人抢他的粮食,替他运回后方去,然后他一路打过去,正好就赶上朝鲜人运过去的粮食。 假如白区党到培罗西那批人面倒数宣传,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人,是恐怖分子。 照射的结果就是,民主党的或者是华盛顿院外集团的元老们,原来从来不知道猪下什么东西的人,现在突然知道,除了西藏要独立,还有一波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还在论证大蜀民国。 他们只要知道大蜀民国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赢了,这就是敌人替你搬运粮草。 当然,他们如果根本不这么做,我也不吃亏,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就在送礼了。他们的攻击实际上是,无论公开还是幕后的攻击,实在是替诸夏把影响力传播到原来他根本传播不到的层级,无论是在群众的这个层级上,还是在元老的这个层级上,必然是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温和派的中国人的。 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从最近舆论操组中间得出的经验。像烟党那些理论,肯定是一波扩招以后,根本没有就业希望,得不到八十年代大学生那种准公务员、士大夫待遇那些绝望的无产阶级大学生制造出来的。 他们以为这样做,他们就会得到周小平的待遇。实际上,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什么也得不到,将来大学毕业以后还是会到街上去发小广告、传单,连打工的工人都不如。 然后,他们发明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注定会在几年之内飞飞湮灭,不值得重视,他们连当炮飞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的用处对于我来说就是,当一个引线,像是实验标本一样,越过一线混乱的舆论场,切开他们背后的沦陷区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谁有真正的力量,谁是注定的牺牲品,资源在哪里,围绕的资源路程应该怎样展开。 而我得出结论就是这个样子。我得出结论是以我自己为本位的。在我自己可能采取所有策略当中,我宁愿采取这种策略,而不愿意采取温存水的自由主义或者爱与和平之类的不顶用的策略。 依靠敌人的压力把中间派温和派一个个给淘汰掉,最后变成除了我们就只有共产党。任何反对诸下独立的企图都跟白旭塔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一个基本格局。 这样做,对共产党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诸下得到的好处也非常之大。